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上,鸯蛇资源还是挺丰富的,其中在某些地方就存在着一些奇珍异宝,因此就吸引着很多人踏上了碳宝的道路,以此来享受得到宝物的快感。 这不很多人就会有事没事的,去野外寻找,在国外就有很多小伙倒着去碰运气,几乎寻宝的人回来都会一夜暴富。 一些老外在自家后院伐木,伐木还带着金属探测仪,这小边也纳闷了呀,砍着木还想着寻找宝贝,这简直寻宝入魔了呀。 但是听到探测仪滴滴的响声,估计下面有宝贝,老外紧接着就用铁锹铲了几下,在旁边的位置发现了一些东西,于是先是用铁锹挖了几下,接着便用刷子慢慢的把周围的泥土给刷开。 估计老外也是第一次挖到宝贝,于是非常小心翼翼的,用刷子刷着泥土,过了一会儿整个罐子就显示出来了。 通过缝隙可以看到,罐子里面散发着金光灿烂的光芒,可以看到这是一罐子满满的黄金,这可是意外收获呀,但是这些东西需要上交吗? 小伙伴们给个意见,在校方精心讨论吧。 好了,今天视频就到这里,谢谢大家观看,记得点赞和评论哦。